在寻宝骑兵模式中 玩家可以装备各种神奇的遗物 遗物是一类全新道具 在拾取后自动生效 提供常驻的强化效果 比如伤害、血量的提升 以及游戏机制的强化 这些遗物会带来全新的对象体验 在准备区 玩家可以从三件随机遗物中 选择一件进行装备 以装备的遗物会展示在屏幕上方 比如这件遗物救赎性标 当我们拾取一定次数空投之后 就可以变身强大的救赎者 进入战场后 空投会在地图上标出 每当我们拾取一次空投 效果就会触发一次 达到指定次数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变身救赎者啦 救赎者的血量大幅提升 枪械均为重武器 威力强大无比 其他的遗物也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各位玩家可以在游戏内亲身感受 进入战场后 在房间中寻找宝箱并开启 会获得遗物碎片和各种各样的遗物 遗物碎片可以在空投相处 对换为遗物这个模式下 空投出现的更加平凡 空投的内容也更丰富 玩家在空投中既可以获取武器 防具 还可以消耗遗物碎片 来获取不同品阶的遗物 另外 这个模式中 玩家的出师血量大幅提升 通过失去神奇的遗物 你可以用各种策略 跟各种周旋并逃遂 在终结战场大展示威